你就是我的一名 沐小 这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来 好 打吧 李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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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预定一个下午三点的会议 定六杯吧 定六杯吧 嗯 定美式 为什么不接电话 我一直在工作有问题吗 我正在找你 李总有事吗 有事吗 你金鱼的记忆啊 只有七秒钟 你说昨晚啊 不过是场游戏罢了 李总这么在乎啊 可以 那我告诉你 玩游戏 我从来没输过 李总别激动啊 你看 领带都歪了 玩游戏 我可是挑对手的 你太弱了 我挺强的 我哪里不行 男人嘛 偶尔发威不好 也很正常 加油了 你往哪里 你自从看的 你把这锦细讲一下 你把这锦细讲来 你把这锦细讲了 你把这锦细讲之小 从哪里 苏总监 经常让你来送材料 你不会觉得不方便吧 不会啊 这是我应该做的 怎么 李总不看看吗 我看过了 不满意 明秀当然会尊重李氏的每一条意见 但前提是李总你得提出来呀 不然我们如何去做相应的修改呢 你创意不信 我跟你说啊 这个女人 最先开始搞定楚总拿到大秀 现在又开始勾引李总 接手新品推广这个项目 这个人太不简单了吧 倒要看看是哪路神仙 干嘛 进去啊 这次提案 明秀先提 我是苏伊 想必有些人很好奇 我是怎么当上项目负责人的吧 反正不是靠说人闲话 李氏这次的宣传方案我看了 把新品系列中的修复产品 拿出来做主打 个人认为还是太保守 我建议主打无痕遮瑕 彩妆用品需求 远远少于护肤比 逐步改善远远没有直接变美 来得更有吸引力 美早就是一种生产力了 电子产品会利用好看的工艺设计 增加销量 奶茶也会精心搭配凸显颜值 才能卖得更好 在同等价值的情况下 加强外观难道不是更好吗 大家还有没有其他意见 李总 进来 门没锁 我就知道 你还是在意的 李总您真是越来越会玩了 这不是你希望的吗 那你玩够了没有 你玩够了没有 李总要是没有什么要紧事 我就先走了 还有 我希望李总以后 有什么事情 尽量工作时间内解决 这里我不方便再来 你也还垃直了 上次来的时候 等着我给你拿 李嘉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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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什么啊 李嘉盛 对 李嘉盛 如果不是我 沐小也许不会死 我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还尔环而已 还尔环而已 李总不必这么隆重 还尔环而已 李总不必这么隆重 我 是你真的 你生日啊 李萱的生日都是一个人过 没什么意思 今年的生日 我想跟你一起过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抱歉 今年生日 你也只能自己一个人过来 谢谢 谢谢 捐款十万元 十万元 这么多 他还说 如果今天让他赢了这个小游戏 那么捐款可以翻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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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总真无聊 花钱买输赢 花钱本身也是一种能力 你对我偏见太深了 哥敢帮你赢 阿胜 阿胜那十万块 我替他出来 有说要跟你一起走 我也没说要跟你一起走 必须跟我一起走 林总多少 林总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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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苑一 加油 林总 加油 加油 林总 decline 归点 快点 你没辜会儿 你行不行吗 我怎么又不行啊 加油 黎东 加油 黎东 加油 黎东 加油 他比我更连续 黎东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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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东 谢谢 不好意思啊 刚害你跌倒 你不该跟我道歉 你该跟沐晓说 你的意思是 我每天都应该活在 思念她的阴影里 郁郁寡欢 那你真的很爱沐晓吗 上大学的时候玩吉他 组过一个小乐队 他那个时候经常来看我们排练 我还嘲笑他 因为他不会乐器 不能跟我们一起玩 直到有一个女生 突然向我表白 我怕他生气 我就拿着麦克风 大声地喊 我丽家善 已经跟沐晓结婚了 你们都不要再来找我了 原来是为了跟他一起玩 才学着架子哭话 后来想了想 我也要感谢那个女孩 要不是她 我也不知道我那么爱沐晓 太幼稚了 跟小孩子过家家似的 幼稚 想一起吃饭一起聊天 一起看电影 在我不高兴的时候 他一句话就能让我笑出来 为了跟他多在一起一会儿 再小的事情 我都想跟他一起做 这很幼稚吗 你说的这些 都是你想做 或者你愿意做 但爱一个人 难道不应该为对方考虑 去做对方想做的事吗 你怎么知道我没为他考虑 是吗 那如果有的话 沐晓最后 为什么会离开 如果再有一次机会 我一定会证明给他看 可我又不是 嗯 好 就算你能证明 你也改变不了 之前伤害过对方的事实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觉得我们两个之间 不该由命 但你浑身好像都是没有 我闹闹的心也傻了 尊重的做事 我还有工作 先告辞了 苏小姐 你好 陈经理 这些都是我们理事 销量最好的护肤类 鼻芯产品 这款护手霜呢 是我们目前 市场销量最好的 比起昂贵的面霜和精油 果然还是护手霜 受众更广 销量更高啊 我怎么不知道 你还有巡店的工作 李总 你好 你好 难道我的每一份工作 都是要向您汇报吗 你故意躲着我 那李总 您还真是想多了 为了得到顾客 最真实的反馈 我一周前 就已经跟店长约好了 不过您来了 正好采访您一下 如果李氏的 附线新品牌 没有了高价品类 带来的品牌溢价 再追求性价比的 年轻化市场 您就不怕没有优势吗 我不怕 反正新品的宣发 交给你了 苏小姐 我们这款护手霜呢 有修复保湿 还有这个防晒 去角质四种功效 您可以试一下 我来 我来 收 我自己来 不是俗气的花香 是我喜欢的草木味道 是你喜欢的味道 陈经理 可以带我去化妆品去看看吗 好 苏小姐跟我这边请 苏小姐这边请 这款口红呢 是我们的超级大爆款 名字还是李总起的 英文名叫 龙虾 是因为口红颜色 像煮熟了的龙虾吗 还是因为李总喜欢吃小龙虾 在国外 龙虾遇着爱情 伴侣 因为龙虾老了 他也会手牵着手 在海底漫步 所以关于爱情 龙虾就成了 坚真不语 相濡以沫的代名字 想不到李总这么浪漫的 那市场能接受 这么绕的解释吗 所以我们在营销上 反复给直男们洗脑 当你不知道 送爱人什么的时候 就送这一款 不出彩 也不会出错 结果就卖货了 你不便宜呢 苏总监喜欢我送你一趟 不必 喜欢我会自己卖 给苏总监拿一趟 记得员工奖 把欧奖 好的 李总 李总还真是不客气啊 当然 毕竟要让我们苏总监满意 那可不可以 能否借您双手一用啊 李总 男人的手也是第二张脸哦 李总 你长得白 涂哪个颜色都好看 这个大红色呢 女生涂的话会更洒一点 那给我拿一瓶吧 好 你刚刚要跟我说什么 你真的要听 当然 科学研究表明 龙虾不可能一辈子只找一个伴侣 也不可能像你说的 什么老了以后 手牵手在海底漫游 你说的这些 都只是老友记的谎言罢了 老友记者 我记得了 老友记者 b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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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你不讼我 你不论真的 你的理论 相比的 你跟你不论 都说得了 听到 别不是 你跟这个 Apart 是你俄敦工的 是才能对 可是你 的是什么 对 是 你 是 要好想想 怎么留住我 挖我的人可是很多的 喂 初总 您到了吗 您稍等我一下 我马上 什么 为什么又不见面了 对 我是后悔的 我之前就不该帮你 住院那边我已经去过了 你告诉我 当年的车祸 我是不是已经死了 总之你不要再管了 听到没有 有人威胁你 没有 是不是李家上 你就回答我这一个问题 是不是他威胁你 我回来之后 还没见过李家上呢 苏伊 难道你还不明白 李家上对你的感情吗 你有没有想过 你继续追查下去 万一有一天 爱情和真相 你只能选择一个 你有勇气面对吗 也许你现在不明白 但是作为过来人 可以告诉我 那种选择很痛苦 苏伊 我是为你好 我好 你为什么不承认 你就是又怂了 快撤 怎么了 那个ancy为啤 你为什么要玩 你不是一个人 那个我 你只是单上 你只是想问 我们自己问 对 你要别为 我们不承认 我们在跟誰 温柔 咱们 你可能会不会 灵魂 那天她刚回国 我替她接风 果然 你是不是威胁她 让她躲着我 什么出国 出差 全是莫须有的 你怀疑我 不然你怎么解释 我解释 所以 是你先处心积虑接近我 一步一步套路我 麻烦你先给我解释一下 你现在为什么 又要找出名 还怀疑我 我没必要回答 师傅 跟住前面那辆车 李师傅和明秀 都没有安排除墨出国 应该是私人外出 快点 师傅 但我发现有人跟踪 所以你们要当心点 我是除墨 我现在改变主意了 我们还是见一面吧 师傅 我们改去龙坤北路 好的 姑娘 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姑娘 这再往前走可越来越黑了 你一个人要注意安全 给 包 干吗 你每天下班回来晚 带点防身的东西 拿着这个 没必要吧 安全第一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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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我 他怎么会到这边来 他怎么会到这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家绍 别动 李家绍 我很怕再失去你 就像七年前车祸那样 我真的很怕失去你 你在说什么啊 你为什么还不承认 你大晚上为什么来这儿 回答我 我不想说 你知不知道刚才有人跟踪你 跟踪 除了你以外 我没有看见其他任何人 回答我 到底是谁让你来的 与你无关 与我无关 与我无关 要不是我今天晚上你就出事了 你知道吗 苏伊 能不能做事之前过过脑子 为什么总要让你身边的人担心你 七年前是这样 七年后还是这样 为什么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我希望你不要对我俩的关系 过分解脱 你不是我的谁 我也不需要你对我指手画脚 就算今天我死在这儿 也和你没有关系 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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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寒暄道别 只怪我不懂的距离 像一条银河 在婚约的列车